设实相爱,彼此同心,能够实际上 见到人需要的时候,去设实帮他这个神最喜悦 首先我们明白,神本身就是爱,神就是怜悯 我们怎样有神那种爱人的心,以及彼此同心的生命 怎样有这种生命,首先有生命才能够结出果子 我们看到耶稣原来他的性是非常美好的 耶稣是非常美好的,我们一起读吧 他看见许多些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木人一般 当人见到人的不好,我们有时见到社会有很多问题,人与人之间有很多问题 有时人是会怎样的反应呢?是很怜的,很不喜欢 但耶稣看到的是怜悯,因为在神的眼中,他知道人的罪性 他接纳人的罪性,所以他看到人的罪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惊讶 他觉得他们很可怜,因为他没有我,没有神 他没有神的时候,他是很不够的 他接纳这件事的时候,他见到人的不好 他不会说,为什么你们会不好,为什么会犯罪呢? 有时有些人找我聊天,网上我也有很多影片,有些人也会找我 他就说,哎呀,我家里相处很难,教会的人,弟兄姊妹,对我伤害 为什么会这样的?有没有搞错?会这样的? 这就是有时人不能接受别人有罪性 不接受的时候,就很猛烈,很激气,为什么会这样的? 甚至对教会失望,对家庭失望 但是圣经说了,世人都犯了罪,规决了神的荣誉 罪人就是没有人忽脱离罪的 所以我们被人激怒的时候,很多人都被人激怒的时候 哎呀,很激气,哎呀,那个基督徒这样,我不想见他了 哎呀,我不想和他一起合作,有时人会跟我说 我一定会处理的,我不会 我会和他们,双方面融和地处理,帮他们 想想耶稣怎么卸面我们,我们都会遥述人 但是有很多人来说,是很难的 就是说,有些弟兄姐妹怎样曾经规待我 很难顶,很难放手 因为接受不了人的罪性 我都跟他们说,其实作为牧师,见人的罪是特别多的 被人的伤害也多的 为什么呢?有些人有些拒绝,伤害的说话 甚至有些真的攻击的说话 就是作为牧师一定会听到的 也有很多要求,甚至有些是不合理的要求 也会有的 那我听到的时候会怎样呢? 有些人说,那你怎么处理这些不好的事情 有时跟人家合作,有时有些困难 但是我的心就说,我就是接受人的罪性 我就是想去祝福人,帮人 所以当我见到人有不好的时候 我的心就不是发生了 很多人就发生了,有没有搞错 但是我就说,我接受了人有罪性 所以我见到人有罪性我不出奇 所以我就能够更容易去连识他 就像耶稣连识人一样 希望大家也能够有这个心 就是有时有些人跟我说 我家里的人常常都是暗暗沉沉 就是常常都饿我,常常都说我 我就问他,他有没有停过说你 就是这么多年,他一直都一直都说你 暗暗沉沉沉,说不好的说话 我说,是,这么多年都没有改 我说,这么多年都没有改 就是说,这是他很难脱离的罪性 除非他相信耶稣,被耶稣改变 不然他也很难改变 所以你接立他的感受,你就看出他 你就说,其实他也受过很多伤害 所以他就容易伤害人了 我就看出他,我就怜悯他,很想祝福他 这样的时候就能够放手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接纳到人的罪性 不是愤怒,不是激气怒嘈 是连识他,他们需要神的爱 需要神的帮助 在弟兄姊妹之间连识,神是很欢喜的 任何事都是令人得福的,得到帮助的 因为他见到人好像羊母木人一般 就是没有人带领他 因为他被世界带领,所以世界有很多不好的事 但是我们被神带领的时候 神带领才是最好的方法 最智慧的方法 我们跟耶稣呢 我们就跟着耶稣的方法 最蒙福的 因为当我们遵从神的时候 我们的整个生命是神喜悦的 而神很体重祂的教会 以不所书一章二十三字 教会是祂的身体 我们会不会保养顾色自己的身体呢? 我们的身体很重要 耶稣是体重每一个人的 每一个基督徒 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耶稣的身体一部分 是神的教会的一部分 我们都是非常宝贵 神是会体重的 所以圣经有说到什么呢? 如果有人伤害你们 是伤害基督 得罪基督 这句说话很重要的 原来如果有人得罪基督徒 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他们伤害我们是非常严重 例如大卫不敢伤害素罗 因为他是神的受高者 其实我们每一个都是神的受高者 他会体重他 虽然他有罪 但他依然是神的受高者 我们就说 神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宝贵 我们去珍惜他、爱他 那神就欢喜了 因为我们爱神所爱的人 而不是去计较他们的不好的地方 神就会纪念你、提升你 而且是充满万有者充满的 就是原来神是跟我们在一起 神是时时跟我们在一起 不过这个同在是有分别的 有程度的 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耶稣就是有耶稣 是有一定有 真信耶稣 要搞清楚 信耶稣没有改变 就不是真信耶稣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即是信心信耶稣 不过整天骂人又不会悔改 又没有亲近神 又没有遵从神 犯罪又觉得不重要 这样的时候 圣经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可以是不得救 也可能是紧紧得救 有些人被耶稣改变的程度很少 圣经说到 譬如有些人祈祷是特别有能力的 好像摩西、撒姆尔、大卫 在新约的时候有些仕途 都是满有神的同在 我们看到他们祈祷的时候 神的荣光临在神的同在临在 但我可以告诉大家 你是可以感受神的平安喜乐、力量和激励 你心里是火热的 这就是神同在的迹象 就不会经常说 哎呀,很没心机 很累 很残 没什么力量 那就是不是有神的强烈动作 虽然有信耶稣 那你反思一下 那你是不是被这个神所充满呢? 因为神充满我们才有力量的外人 如果一个人不是被神充满 他经常会想 哎呀,那些人不好 很激气、很牢骚 那心装满很多负面的思想 很多负面的思想 其实我们的思想 你想一想 圣经教导我们是思想神的尾线 以及对人有感恩 对神对人都有感恩 这是思想美好的事 不好的事是什么呢? 人的不好 自己的不好 自己的失败 有些人经常会想 哎呀,这个人对我不好 他很激怒我 于是他心充满烦恼 充满烦恼的时候 他心充满什么 他就出什么 他口出的说话 都是烦恼的说话 所以我们首先来到神面前 我们想爱弟兄姐妹 不是只是外面 而是里面 给耶稣改变 亲近神 让神充满我们 软化我们的心 我们对人有种激气怒嘈 有奋世侄俗 对于教会 好像不想理 不想关心 不想投入 这就是一种冷漠的心 没有彼此相爱和合一的心 首先软化我们的心 你越有神的同在 你越会改变 当我初来灵传堂的时候 很多年之前 1970年的时候 我来到那时候 我初信耶稣 我觉得有神真的很兴奋 我每天起床 一起床 哇 有神的 真的有神 我很兴奋 因为我以前没有神 人生只是几十年 我觉得人生很快过去 我一信耶稣 我知道有神 我又研究了一些证据 当时我买了一本 在基督教书局 看到一本圣经手冊 看到里面有很多 旧约的语言证明 耶稣是基督 我一看到 我立即要买这本书 回去研究 我逐节经文去查 查完这些经文 当时我都是初信 我知道神是真 我就想 教会是不是 每个人都很清楚信耶稣 是否每个人都得救 我只是这样想 我回来团契 当时我起初只是回团契 因为当时还没有人叫我去崇拜 我起初只是接触团契 我特意终回团契 然后我跟他们聊天 我发觉有些人不清楚有神 也不清楚信耶稣 我特意终回来 跟他们聊天 而且特意持久 陪他们回 当时在崇拜地 我一直陪他们走出来 走到外面 然后又回到崇拜地 回家 即是我住在崇拜地 当时 神给了我这个心 我感谢耶稣 是神改变我 在心里有一种怜悯 人的心 我信了主之后 没多久了 我就开始想 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人 都不信耶稣 很多人要下地狱 我要救他们更多的人 神如果是你的心意 我愿意成为神的牧师 给神使用 神真的为我开路 很多年之后 神为我开路 这是神可以使用我们 当我们有这个生命 所以最重要是有神的生命 就是神尚与神同在 天天整天想着耶稣 你有没有这个习惯呢 时时想着耶稣 赞美耶稣 神的同在在你身上 就改变你了 时时思想神的话语 读神的话语 放在心里面 存在心里面 神的话语就改变我们 在心里发觉自己有些罪 圣灵会提醒 你真得救的人 一定有圣灵的声音 提醒我们犯罪 你生气人 你说谎 你伤害人 你心里有奋恨 神会提醒 神会提醒 那你回应神就欢喜了 这一阵我想调查一下 大家不要介意 在这里有几个人 你犯罪觉得圣灵会感动 你觉得不舒服的 你真的有种动力 推动你去改变 如果你有这个动力 这个声音 这个意念的 请你举手 有几个人 在你犯罪的时候 你觉得不舒服的 你觉得不妥的 你觉得需要改变的 这就是圣灵在里面 居住的证据 你说我没有了怎么办 那你就真心求主 赦免你的罪神 我真的捞过人 伤害人 得罪人 我很想耶稣救我 耶稣拯救我 那耶稣就会 圣灵就会住在你里面 就会把这个生命给你 但这个生命是需要保持的 就像你生了个孩子 你不会把他放在路边 一定要照顾他喂奶 一定要小心照顾他 同样 我们需要照顾自己的灵命 我们需要牧养自己的 不是只牧养牧养你 是需要回家照顾自己和神的关系 这样你的生命改变 那你就能够有这种爱人的生命 而连衰人 即是你开始连衰人 是有福 因为必梦连衰 你想想神连衰你 神在困难中 他会感动我们 倚靠他 我也经历过很多困难 我也被人伤害过很多 但是在困难中 我更加拉着神 我记得那时候 我在第一个堂会做牧师的时候 有一个同工 他背后批评 因为他有他的要求 他希望我成为他所想的牧师 他心里很不喜欢 他就在背后批评 而那个人和我很亲近 所以一定会告诉我 那时候我觉得很辛苦 他在背后批评 我很多时候就开始去亲近神 用诗篇来唱 我们的心平稳安静 如将沟过你的细子 在他武神的怀众 我们的心平软安静 好非常的ちょっと 先教..! 我发觉越来越有力量 一步一步提升一步处理 不要吃垃圾 不要受落一些不好的东西 我一步一步处理 就是神帮助我这种处理生命的态度和方法 不要吃垃圾 不要紧要的 接受人会伤害我们的 所以我不介意 我们装满神的恩典 思想神的恩典 这样的时候 我们里面就会有平安有喜乐有力量 如果整天想不好的东西 就会很凄凉的 你自己反思一下 你经常想的是 哎呀 太凄凉了 人们都不关心我 哎呀 人们得罪我 你想这些 你一定是太凄凉了 但我们多想神的美好 你里面就会有多喜乐 也会想到人的软弱 于是我联敏他 这样的时候 神就喜爱 神就欢喜 我喜爱连率 不喜爱证字 这只是比较 不是真的神不喜爱 我们献上的祭物 我们的奉献 我们的侍奉 我们的祭物 但意思是神最喜欢是怜悯 我们的怜悯人 神是喜欢的 还有我们比较相爱 我们就有众人 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这种比较关心的心 在我初信耶稣的时候 来到灵传堂 当时的团契对我很有关心 其中一个是杜慧英 有时可能你们都会见到 有一个邓玉慧 不知道你们懂不懂 他就认识了 他就跟我说 他说 你记得下个星期回来 我还记得是他跟我说 我真的以后 每个星期都回来 我当时在团契的时候 我忘记是分组 或者是一群人一起坐 或者是分组 我分享我当时对神 有没有神还在寻找 我留意到他们 每个人都听我说 很专心 我觉得很不同 因为我家里没有人听我说 我在学校也没有人听我说 说话也没有人听 但在教会的人 会很留心听 这就是关心 在当时来说 那个团契是很开心的 在当时是在彼此相爱的心 可能是不同的团契 我忘记是谁团契 那个伤害令我感觉 神在我们当中 所以主帮助我们 有这个相爱的心 是神欢喜的 神很喜欢因为连续人的人是必蒙连续 神体重力 神欢喜你 你连续人 神就祝福你很大 我很感谢神 其实我相信耶稣 我有这个心 祝福人 是神为我预备开读神学的路 为我预备读书 各方面学习 遇到不同的人 是最合最好的 是配合我的生命 我多谢天父 也为我预备很好的太太 对我很大的祝福 也为我预备很大的帮助 这也是神可以祝福 如果我爱主 是不是也有一个好好的太太或丈夫 这是神给每个人安排 总之你爱神 神会为你预备 最好 最适合你发挥生命 最重要是发挥生命 有些人会说 哎呀 我都一把年纪了 不行了 这些年轻人做吧 你去到天堂 神不会说 你跟他说 耶稣问你 你为耶稣做了什么 那些年轻人做了很多 神是问你 其实 我自己想着我侍奉神到什么时候 到我最后一分钟 如果我 临死之前一分钟 有人来到探望我 我都会说 耶稣祝福你 我说你祈祷好不好 如果我仍然有声音 我说你祈祷好不好 我觉得 祝福人是最好的 有这个心就是 我想联敏人 想帮助人 好了 既然我们应该祝福人 但是 为什么这么多人不能够祝福人呢 他难了的原因在哪里呢 第一就是不能接受人心被卖物都诡诈 就是人是会令人失望的 我相信大家都曾经在家里 在朋友 在公司 在教会 都遇到令你失望的人 不过不要紧要 因为相信人就是罪人 所以 他是罪人 自然会得罪人 有一句说话 希望大家 放在心中 帮助你 不让人影响 罪人 是不会停止伤害人的 你发觉呢 那些人伤害你 他不会停止伤害 因为他就是罪人 你接受到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的了 不用吃他的垃圾 而欲骂我们人的欲骂 是落在哪里 是落在基督身上 所以我们不用这么介意 不死得的 人会做什么呢 有时令你很伤心 见利忘义 见利忘义 立刻好像忘记了朋友 利用人 误告你 我试过被人误告 造谣 有淫念有奸淫 就是说有些人 他会想起一些不好的东西 我们自己也会想起一些不好的东西 我们就求主赦免我们 或者憎恨 挑衅我们 和我们对立 或者害人杀人 或者是骄傲自大 有时我们见到他这么骄傲 我顶不住了 但是他是他的问题 罪是他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我不用放在心上的 我只是心想祝福他 这样也有很多人 很容易被人冒犯 被人冒犯以后 就很难爱人了 因为他击我 他对我不好 我受不了 我不可以一起侍服 甚至不可以参加同一个教会 有时人们会去到这个位置 我希望大家不会 为什么会这么容易被人冒犯呢 因为自卑 我们打横看过去 自卑没有安全感 我们应该每一个都深信 我们所看重的神所爱 我们是很宝贵的 我们有自信心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被人这么容易 说几句就冲击了 就失望了 我们还要保贵 是神所爱的儿女的 而且没有处理过去的伤害 被人伤害过 就以后觉得 人人都是坏人 人人都伤害我的 我都被人伤害很多的 但是我知道他的罪性 于是我就放手了 也就是不能接受人的罪性 下面 经常注目在人的不好 经常想 哎呀 谁是坏人 亦都注目在自己的伤害 哎呀 他怎么伤害我 他怎么骂我 怎么撑我 不行啊 你发觉有些人 跟你说话 总是数来数去 谁对我不好 谁对我伤害我 他的心 反复思想这些事 其实是很凄凉的 真的很惨的 所以我们发觉自己这样想的时候 我们就说 其实数算神的恩恋很多 大家想想 神的恩恋在你身上多不多 你觉得多的请你举手 你不要隔着我 帮助你们表达一下 你想到神的美好 你就记住 那些人的不好 比较上来 和神的美好比较 神的美好多很多很多 而且很多人不相信 神会祝福爱他的人 正经说 神是爱他的人预备 是什么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 你想都想不到 神会为你预备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 这么容易被人冒犯呢 还有他不懂 没有爱心的状况 是什么呢 只是想念自己 你发觉自己只是想念自己 需要改变 封闭自己 不同人接触 不关心人 缺乏关心 不能接立人 数算人的恶 不能够遥处人 整天都是求人帮助 不去帮助人 大家有没有帮助人呢 不关心教会 不关心事命 不去传扬福音 心里面对抗 跟有些人 是这个人 他说什么 我就要对抗他 有时跟奸人都会的 他说什么 我当然要说 No 不是 这个是对抗的 或者是不能够同心 这都是一些 心里面 缺乏爱心的表现 我们看看 我们自己 有没有这些表现了 好了 我们现在看看 罗马书12章 9到21节 这里讲到 切实彼此伤爱 经文讲到 第一是爱人帮我虚假 我要厌护善 要亲近 就是爱人的时候 不要虚假 不是假的 就是从心底发出 为什么会从心底发出呢 就是善人 从他心里所传的善 就发出善来 心里面 时时有神的同在 时时有怜悯人的心 想到其实很多人很凄凉 两种人 一种是非基督徒很凄凉 他们不能够得救 我们总是求神 给我们智慧聪明 用什么方法 有时有些事情 我们可以讲起福音 比如看到这个环境很差 那些暴风 那些洪水很重要 我们都可以讲 你看看 这个世界的洪水变得很重要 气候变得很重要 圣经讲到 末后日子是热死人 圣经有预言 世界有末日 都可以讲起福音 看到人不好 他说人很惨 那么我们就可以跟他说 人的确是不好的 不过 神给我们一个救恩的方法 能够改变人的 我以前也有很多猛烈怒吵的 耶稣现在改变我了 让我有爱心 有开心 这就是神改变我的生命了 我们心里面 时时有些生命 就可以和人分享了 真心去关心人了 便会自恶悄 惡妖厌惡 就要离开罪 善 aan亲近去遵从神 心里总是藏满神的美事 然后下面就说到 爱帝兄予以此亲业 恭敬人要彼此推仰 原文并不是推仰的 新汉语 日本 原文根本是彼此争先 争取的机会去尊重人 不是推仰的 因为当时中国人觉得 如果要尊重人就推仰了 你先了你先了 所以翻译了彼此推仰 原文的意思是 争取的机会去尊重人 恩勤不可懒惰 心里火热 常常服侍主 在指望中要喜乐 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行徹 圣徒缺乏要帮补 客要一味的款待 这经文说到 彼此会建立一个更加亲烈的关系 当然每一个人的关系是不同的 当你见到有些人 你能够和他沟通 能够大家互相交通 那你就会建立更加深的关系 一定关系有不同的 你不会和每个人一样的 但起码每一个都会有关心 都会有文猴 这个是起码 而你发觉有些人谈得了 大家有同一个心志 那你更加和他配合 我们不会和整个教会 个个同一个关系 我们的目标是能够建立更多好的朋友 首先个个都关心 这就是彼此亲烈 恭敬人彼此争取机会 去祝福他做一些好的事 比如我和太太 她回家了 我立刻拿了她的 她放工回来 我拿了她手里的东西 然后又和她拿拖鞋 我们穿鞋出街 又会拿拖鞋给她 总之总是服侍的 有时我在床上 哎呀 我不记得了什么 她就突然跳过去 跑出去拿 我说你不用你拿 我自己拿 她就争取去祝福我 我也争取机会 服侍她 这个就是爱心 爱心就是有一些小事 有些人说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们祝福人 就是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耶稣身上 包括你的配偶 你的家人 你的弟兄姊妹 都是这样的 神就纪念 亦都是做人更开心 大家想不想做人更开心 你想天天吵吵吵吵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 家里有吵吵的 用柔和 他很激气 好吧好吧 我尽量去做吧 我有什么错 我会留意 喝杯茶先 放松一点 不用激气 跟他摔一下背脊 用一些方法 令他舒服一点 有些什么事 都做一些好事 譬如有时 我知道他肩膀不舒服 我走过 我们两枪 在同一个书房里面隔离 不过他起床 我又跟他按摩一下 上去小小间 这些都是表达 爱意 关心他 看重他 因勤不可懒惰 我们的生命 那些懒惰的人 是很想懒惰的 常常都想坐在那儿看电视 坐在那儿不想移动 但是你移动的 是不想停的 我希望大家养成这个习惯 因为我们的生命实在太宝贵了 心里火热 因为火热从哪里来呢 神的同在 亲近神 看重神 要拯救人 其实这个世界没有很长的时间 我们看到灾难这么大 还有随时战争 随时这个世界可以进入灾难的时期 进入末世 我希望大家准备好 去传人福音 拯救更多人 预备好受训练 给神使用 这就是我的托福 训练人生命提升 在指望中喜乐 整天有喜乐开心 怎么喜乐呢 很重要就是 整天数算神的恩典 而且我一亲近神 神就喜欢了 圣经说到 我一亲近祂就亲近我们了 祂就因我们欢恩喜乐 默而爱我们 请我们喜乐而欢呼 西方的书三章十七节 祂欢喜我们的 而且我们一杯凉水 神都纪念 所以意思是什么呢 做最小的事神都喜欢 神喜欢我们 我们喜欢吗 神都笑 祂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我们就可以开心笑 这是喜乐的原因 神欢喜我们为神做任何小事 我们关心一个人 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他身上 祂就欢喜了 祂欢喜 我都可以开心 但不是骄傲 不是骄傲 只是说 我有机会祝福人 我就开心了 我有机会 亲近神 我就会欢喜了 我思想神的话语 圣经说到 甚至敬畏耶和人 彼此谈论 耶和侧侧耳听 且有纪念 拆在他面前 记录 神连我们所说的事 是祝福人的 是谈论神的美善 神也会纪念的 我们明白了 我们就可以开心了 患难中要忍耐 神会与我们同在 神会加力给我们 不用计较患难的 祷告行折 祷告 不需要整天 求神 多点钱 麻烦你 祿祷给我们健康 什么问题解决 其实 因为你未求 以前神已经知道 不需要用重复话 而是多点赞美神 爱神 也宣告神是祝福的 因为圣经说了 祂一定将恩典赐给爱祂的人 我们就整天爱神了 多谢天父 我们爱祢 我们感谢祢 我们欢喜祢 用感情 不要说 神啊 我感谢祢 我好爱祢 这就是一种外面的说话 从心底 你如果爱一个人 你也不会这么说话 神啊 我真的喜欢祢 喜欢到发烧 好欢喜祢 在心底发出 你会发觉 我会发觉 真的心里涌出喜乐 我一赞美神 这喜乐就涌流不息 感谢天父 这是喜乐的来源 祂祷告行设 圣徒缺份帮补 有需要的时候帮补 有些人说 有些人利用我 你就看这个人 他真的尽力 不过在困难之中 特英子母应该帮助 客要一味的款待 去接待他们 有需要的时候 有接待他们 而圣经说了 做在主的特英身上 这个经文 圣经有讲到 马太福音 这里有讲到 做在主的特英身上 而在马太十章有讲到 你接待先知 便必得先知的赏赐 例如有一个牧师 传道 一个侍奉神的人 你接待他 便得他的赏赐 哇 很划算 所以神是喜欢我们祝福人的 你找不到先知 接待二人 便必得他的赏赐 你二人也找不到 有一个小子 一个普平凡的人 而你做到最少的一杯凉水 都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耶稣的重点是什么呢 做在最少的特英身上 做最少的事 只要你是遵从神 遵从神 神也会记念 我们就可以开心了 这是令我们侍奉的时候 更加有动力 为什么我有动力 一直做下去呢 因为我知道 祝福到他 又有神的喜悦 其实我不是经常想 有什么赏赐的 我是经常想 祝福到他 他开心点 我也会开心的 譬如今次我和两位姊妹 一起大敬拜 我和他们都相处很开心 我们都觉得 一个开心的时刻 也很感谢他们 一起去练习 这些都是神的祝福 即是弟兄姊妹相处 是可以开心 令到人开心的 而祝福到神的喜悦 是不难的 真心悔改 离开罪 天生就为你欢喜了 圣经说了 一个罪人悔改 他都未曾改善 悔改 神就欢喜了 真心祷告 神就常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多结果子了 你爱神 神就为你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的恩典 一杯凉水都得上次 所以是不难 有些人说 我有这么多问题 有问题我们立刻处理 你处理 你可能还未处理完 譬如你容易猛疹 容易低沉 你都说耶稣你帮我 神就欢喜了 虽然你可能未曾 完全的平安起落 但你开始处理 耶稣帮我 神就喜欢 不是代表你停留在罪里面 有罪 一定要处理 但不是你完美神才喜欢 你说神 你帮我 你每天亲近神 你帮我 神就欢喜了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有很大的压力 因为很多人就觉得 我还是有时候会猛疹 有时候怒吵 一猛疹 有状态 就求主赦免 也请爱隐姚书 然后尽量求主帮我 下一次不要再猛疹 总之 总是处理 神是欢喜的 这样我们就无压力 轻轻松松 恩典推动去遵从神 就是我做什么事 对的 神都欢喜的 还有这个方法 神提我了 一日千百次 整日感谢天父 神真好 有些人问 那有什么感谢 我心里面 装了神 要感谢神的地方 譬如说 神做我们 创造我们很奇妙 神做这个世界很漂亮 做花嫂树木很漂亮 雀子很漂亮 神的圣灵感动我们 带领我们信主 耶稣为我们死 圣灵一直带领我们 又让我们喜乐平安 又有顶姊妹予此相爱 有圣经的话语 给我们应许 还有力量 还有永恒的天堂 新天新地 哇 这么好 这么多东西 有没有人做得这么好呢 没有人可以 神这么好的 我们整天装满了这些美善 那你随时感谢 你不用一定想到什么 总之随时都说 神啊你真好 神真美好 整天都 多谢天父 哈利路亚 神你真好 你的心装满这个感恩的心 以耶华为乐 即是事事 所算神的恩典 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以耶华为乐 神就叫你成价地的高处 这就是得喜乐的来源 就是事奉中喜乐 好 接着就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 只要祝福不可咒再来 有时有些人就说 哇 真是很难 有时真是很懵吞他 他经常都说不好的东西 怎么办呢 我们首先想到圣经所说的 圣经所说的就是 对不起 我们想到圣经所说的 祝福人 神就祝福我们 我们要恕人 神就要恕我们 我们论断人 神就去论断我们 但是我们不论断人 神就不论断我们 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是神了 祂逼迫我们也好 我就去祝福祂 神就喜悦了 耶稣说的一句话 那些人善待你 你对他们有什么特别 但如果那些人对你不好 你依然善待他们 神就会欢喜 所以我们就会逼迫你的 我们就祝福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 这么难去祝福他们 因为被冒犯 被他们击亲 我们怎么可以 不容易被人击亲 这里下面有讲几点 第一 建立主里面的安全感 我是宝贵 我是重要的 这个不是骄傲 我们每个都是神的王子公主 是很尊贵的 我们一起宣告好吗 我是神的王子公主 一起说 我是神的王子公主 我是很尊贵的 神体重我的 是不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不过很多人 是王子公主 不过活得好像孤儿 每天都很惨 对吧 就是因为他不是看神的恩典 其实是神给我们很多礼物 你一发觉亲近神 尊重神 你发觉恩典就跟着你 你祝福人 你会发觉 人不一定会善待你 但总有人善待你 我们就说 我们是宝贵是重要的 并且我所做的是祝福人 是神喜悦的 这个安全感 第一就是我们有这个身份 第二我们真的建立祝福人的心态和力量 帮助人的力量 处理事的力量 这个人就会有安全感 和健康的自我形象 为什么呢 因为不仅是我们信靠神 而是看重我 而是我们生命有果子 我们会更加对自己有健康自我形象 深信别人不能够拿走神的祝福 我爱神 没有人能够拿走我的祝福 而且我受到他的冒犯 他骂我的话 留在空气中 半秒钟也不够 他说你没有用 但很多人就捉住那句话 他说我没有用 哎呀 他说我没有用 其实是不用捉住的 你不捉住那句话也过了 而且很多人骂你 他骂完也忘记了 他也不放在心上 不过自己就放在心上 这个就自己伤自己 就是吃垃圾 其实是一样 不要吃垃圾 你有没有空去吃垃圾 你看到垃圾桶 是否去找食物呢 希望大家不是吃垃圾 第四 亲近神有平安喜乐 第五 告诉自己 不用被他影响 不要紧要 我不需要吃垃圾 第六 温柔面对 他虽然对你不好 但你温柔 他真的会惹你 即是 他伤你伤你不了 这反而是德性的 接着 与喜乐的人同落 与哀怒的人同哭 这就是说到同理心 看到人开心就为他开心 他有什么事成功做得开心 你就为他开心 你不要说 哎呀他做得那么好 我又做得不好 哎呀我好丑怪 不用这样的 他做得好 我们感谢神 我们又欣赏他 赞人 其实赞人是改变人的方法 有些人不是的 他以为 子女不乖 你要谈他 你什么不听话 不听话 反而呢 哇 我看到你今天读书 我很开心 他听到 原来他读书 你这么开心 你做的功课 做得很好 有心机 他下次也做得很好 他就说 下次让我看看 你做得多好 他就看到 原来你喜欢 他更加会努力 你的配偶 你可能有时会说 你洗碗都不干净 那些衣服又乱摆 但反而他有摆好一点 哇 你今天很好 你摆好衣服 我很开心 你说这这么小的事 怎么可以赞他 但这些事是令他开心的 他又更有动力去做 原来 人家开心 做得好的事 我们都和他一起开心 他哀哭 我们感受他的忧伤 你哭得出就哭 你哭不出 不一定会哭 有时你哭不出 不要紧 总之你也感受他的忧伤 其实同理心就是什么 你想象你是他 你受伤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感受 彼此同心 同心合意 苦咒卑微的人 这就很重要 在教会里面 同心 阿摩斯书说到 二人若不同心 岂能同行 教会如果不同心 灵传堂不同心 是不会成长的 这个教会不同心的时候 不会增长的 但是我们在同心的时候 我们尽量找同心的基础 就是说 牧者有说到的那些说话 是对的 我们就跟着他做 我们弟兄姐妹有这个侍奉心 我就和他同心配合他 帮助他 神就欢喜了 神就喜悦 神就使用 如果教会不同心 就算是多熟灵 有些人很熟灵 帮我不同心 他各自熟灵 各自熟灵 各自亲近神 但真正的熟灵 不是只是亲近神 真正的熟灵 是包括爱人的 爱人在律法里面 是最重要的 就是爱神 接着就爱人了 接着就说 不要以恶报恶 众人以为美的事 尽留心去做 有时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就是说 尽量善待人 不要以恶报恶 因为有时我们就计算人的恶 论断人 不论断人就不被论断 不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 但遥恕人 天父就遥恕 但是不遥恕 不遥恕的后果 你们如何论断人就被论断 所以我们就想到了 如果我们论断人的时候 定他的罪 我们自己反而 是神数损我们的罪的时候 其实很凄凉的 如果神说 你发过皮疙瘩多少次 你生气人多少次 这样的时候 如果神追讨我们的罪 很严重 所以我们就是神帮助我们 遥恕人 祝福人 人做错的事 总是想 有时有些人伤害了他 所以他就会受伤害 所以他就会发脾气 我们就不计较 我们也想想 有没有人在生气 遥恕人有程度 有些人也能够见到他 不发生气 这是第一个程度 有时祈祷说是遥恕 但见到他 就很想他失踪 就是不能接纳他 而能够跟他聊天 这是进一步 能够对他笑 这是进一步 会让他做一些事 令他欢喜 会欣赏他 这就是高度的遥恕 真的要赞他 这就是高度的遥恕 不是说我遥恕了他 而是我祝福他 令他欢喜快乐 是这样的时候 是很开心的 有些人曾经去天堂 如果你上网找 尤其是英文很多 Went to heaven 你上网找去天堂 很多人去天堂 他说去天堂 看到人的特色是什么 很接纳他 去到他又抱他 很喜欢他 天堂的特色 因为人再没有烦恼 再没有恨人 所以天堂 每个人都很接纳人 也不要伸冤 有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 神会追讨 不重要的 神会追讨 但我们也要求神 不要追讨他 求神 遥恕他 我们尽量帮他 不要放下他的生气 放下他的不遥恕 有人对我们不好 我们也要帮他 柔和谦卑 能够放下他的 伤害人的心 以善性恶 这件事 有些人说是很难做的 有几个动力 第一就是 如果我生气他 神会不遥恕我 神会不遥恕我 而当我遥恕他 神就会欢喜 还有人际关系改善 我的良心也平安 当我遥恕人的时候 我的良心也平安 如果你不遥恕人 心里是没有平安的 这样的时候 我们教会就能够合一 对不起 我看回这里 我们能够 就算这个人有什么不好的 我们都遥恕他的时候 神就喜悦 这一会儿我想大家默讨一下 你反思一下 有没有哪个人 你见到他总是有些 不太喜欢的 尤其是配偶 难于遥恕 难于祝福 难于遥恕 求主软化我们的心 尤其在弟兄姊妹之中 如果你和哪个人有些严厉 你不太喜欢他 你说我真的很难和这个人合作 我很难和他谈谈 愿神感动我们 在这一阵 在神里面 帮助我们化解这些怒气 化解我们的不饶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